今天早下来的正好 我刚才为左真人 他很怀白骂后 发现他的伤势 走此非同小可 不但心脉被反送的内力正烈 隔终血潮逆勇于钢皮 发脉中有走岔的蒸汽充壮 全靠左真人以金人的修为 领袭护腹才能保住心 这里多不太想念 支线就算了 呃单一的支线我再念就好了 这边不是很重要 你看又要跑腿了 很烦耶 超烦的 师傅这回受的内伤主使不清 ok 好 好 我们去找田代夫 挖 师傅 晚辈拜见高将军 真抱歉啊 你们总算是来了 看来那些没用的侍卫总算是还有些用处 启禀将军 之前我们为了调查潜伏在开封城下的盗匪 在地下沟区中待了许多时候 为其注意外面的动静 以至将军久寻我们不见 多生困扰 还请恕罪 在深兄弟和大伙合力下 成功降服无忧动贼手黄毅 其他盗贼或死或伤 死狂帮众 及其首领盐黑虎 都已辅助 很好很好 高将军如此犹心 莫非是萧殷一行又有动静 正是 辽人在昨天半夜 袭击玉清昭映宫 意图不明 本朝在之向来与禁军关系不恰 一有机会 就顾好 不想禁人 不就有机会 大夫庆 二有机会 最后一会 无法 不知道 先就这一会 活动 好 我 伤心 你 不知道 蓝姐姐与小前辈说的都有道理 的确如此 记得文姑娘的父亲 文秉卿文大人 任职于中书省 看来官位也不低 或许比较方便 帮我们引荐这位丁大宰相 姚妹提醒的是 咱们正可把文姑娘的好消息告诉她 然后再顺便问起 协助引荐丁大乡之事 原来你们也认识文左成 没想到你们到开封城没多久 面子就已经这么大了 那我们这就去请文大人帮忙引荐 若有什么进展 再来向高老将军汇报 大宋都城开封城的存续 就看我们是否阻止辽人的阴谋 老夫虽然已经年迈 却也不会允许他们为所欲为 就怕我某李柏仁青 入不了这位高人的法眼 可能请森少侠帮忙引荐 不方便不方便 人都还没看到就直接答应了 文左成波容造访 丁某有失眼影 上情见谅 丁相公一向料事如神 这几位朋友与文某相熟 他们有事想向丁相公请教 文左成客气了 丁某正想要找他们 丁相公说笑了 区区之劳不足挂齿 在下申子俊 与朋友一行 拜见丁大人 我早已算到你们会来 所以倒也说不上打扰 我知道你们来此 是想问辽人 为何袭击玉卿招引公 你们的确是找对了人 北方的辽国长久以来 野心勃勃 一直有近战中原之心 老夫素之汴州一地 自古得地灵熔脉之灰 虽然这里的气 远就比他处为强 然而风水之术有其极限 这龙气着实太过强烈 绝非出于自然 这位小前辈果然高明 看出了其中端倪所在 眼动三荒九重之气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窃听闻 古代遗仙有不少 已经失传的神庙法门 姑娘所知真是广播 丁某从未听过 这书作环境之说 丁大人 您既然知道 地下有那个东西存在 还将这秘密生而藏之 怎么可能会没有亲眼看过 这说来话长 丁大人 那地道之内有些什么 那条地道以极厚重的青石建成 一路往更深的处所而去 原来如此 看来太祖皇帝当初开国建立大宋时 为了奠定国处 曾依风水之力 在开封秘密设下许多配置 而这地下深处之物 想必就是其中规模最浩大的了 遗掉开封秘密设下许多配置 伪调开封乃是下下策 领头的萧音乃是围方巫主 他行事深沉难测 所图必不止于此 因此更不能让他得逞 所以丁大人之意 是以这些情报作为交换 要我们出力帮忙 对付萧音一行 是吗 正是 我们同为大宋子民 与其他辽人是敌非友 岂能坐视他们的阴谋 危及开封城的无数百姓 与我大宋根基 若萧音一行 是冲着地下纳武而来 所图必定飞山 既然他一意孤行 我们自当竭力阻止 我之前还在为此伤神 这会儿有你们帮忙 就好办了 我明白了 那么此事就有劳丁大人了 这里的事交给丁某就好 多谢丁大人的建议 我们这就去城里瞧瞧 沈大哥 你怎么突然停下了脚步 莫非刚刚与丁大人的一番话 让你想起了什么事吗 不 我只是 像是突然感觉到了些什么 不知是刚刚吹过的那阵风 或是 弥漫在这城里的某种气氛 让我心中涌起一股 未曾有过的莫名不安 沈大哥又来了 只要有事情扯上那个硝烟 平常雷打在旁边也不眨眼的你 就多愁善感了起来 你这不安一定是因为他的缘故 对吧 我倒是能体会到 申兄弟此刻的感觉 自从来到这开封城之后 牵引万物的命运 似乎加快了脚步 从引戒的秘密 一路到开封底下 深处的未知之所 即使努敦如河某 在接连遇上这许多事情之后 也能察觉到其中风雨欲来 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的气息 就像冥冥中安排的一切 终于到了揭晓的时刻 自牵努敦的何官人 其实也凡事了人于凶呢 所以还请公子无需烦忧 即使上天会如何安排尚在未知 但只要咱们有所准备 必能顺利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除此之外 若老夫没算错的话 咱们今后似乎有远行之相 或许会暂离返土一段时日 所以最好先备其常用储物 以待不时之需 多谢蓝姐姐与小前辈的提想 这么说来 有几件我不能遗漏的钥匙 不许完成龙军前辈嘱咐的正简 还有回无名鼓多参悟几招 陈军石壁上的剑法 沈大哥 那咱们就顺便清理 还留在手边的差事 不过也不能忘了 蓝姐姐与小前辈 刚刚提到的万全准备 如果想好好张罗一番 可少不了四处奔走呢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出发吧 沈少侠 这会儿总算找到你们了 是孙以丰 孙前辈 一阵子不见 没想到你们会来了开封 还好我的占校没有错 否则这里朱器混杂 我还真不肯定 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孙前辈许久不见 自上次一别 已有一段时日了 正是 我有件要事 需得尽快通知你 不过这大街当中人声嘈杂 不适合谈论正事 咱们先找个合适之所 再慢慢说吧 承熙的颜针灌钱 人行稀少 花木扶书 朱器凝合 是开封城中 少有的清静遗人之所 那里应该不错 既然小前辈如此建议 咱们就去那里吧 不愧是前辈推荐的地方 这里果真是 陈霄中的清静之地 沈少侠 带我整理一下思绪 再将此事一一到来 我们客下并无踏实 孙前辈无需心急 想到什么了 慢慢说就是 沈少侠 那日我与点珠回山之后 摄阵行仪 观四方之巷 惊觉天极月清 三元珠要偏移 环尘间的行购 更乱了一分 这些年来 各地异象频传 特别是前阵子 数次剧烈地震 纵观着种种迹象 暗示着正在酝酿中的巨大灾难 很明显的 自开天辟地以来 便定下的天地之线 正逐渐崩解 一旦超过极限 人事 便会在前所未有的灾结中 化为乌有 为了寻找解救之道 我随即入洞闭关 行明观之法 此乃本门道术中 最为高深的法门 虽然大号自身修为命数 但借由魂魄藤游 无方太虚 可在明观中 朦胧的窥见将来 虽然我的修为远远不足 所见的 只是暧昧难解的片段 然而当次危急之际 即使是一点点线索 也会是存续的关键 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我在那次明观中 看到了申少侠 也就是说 申大哥与这即将发生的 大结有关 嗯 虽然我自己猜不出 这其中有何关联 但我肯定自己没有看错 申少侠 必是化解此节的解灵之人 而我还在明观中 见到血光之事 申少侠 或将遭遇重大凶险 因此急忙赶来警告 希望申少侠 能及早提防 避开这个劫难 如今你的身份至关重大 不论如何 绝不可有任何差错 嗯 多谢前辈关心 却不知 前辈见到了些什么 我看到 你与一名白发女子 举剑相斗 打得甚是激烈 你们两人之间 所有千丝万缕的因缘 却注定必须以性命相拼 而在最后 一柄漆黑的剑 输然化出 火焰般明亮的光芒 猛然刺穿了 其中一人的胸口 我看到有人怦然倒地 在流遍漆黑地面的鲜血上 映着高悬天上的赤红明月 前辈看到的白发女子 应该是辽人的首领萧音 这或许意味着 他们两人终续一战 并以血腥的结局收场 凭神明冠之法极为灵验 刑罚者所见之事 必定会发生 孙前辈 那白发女子萧音 乃是秘密轻松的辽人首领 我们曾数次交手 但她或许 也感到着难以言喻的情分 虽然她伸手远胜过我 却屡次留情 始终没有痛下杀手 原来如此 看来我在明冠中所见 乃是确有其事 既然申少侠心中已有定解 孙某于此 当然不会多知一会 不过那女子与你姻缘深厚 这番纠葛 或许终有化解之法 不过还请申少侠 务必记住 无论如何 都不要冲动行事 你身为天命所定之人 天命自然会引导你 行往应去的方向 而孙某只要力所能及 必定全力助你通过这最后的考验 多谢孙前辈 您的金玉良言 在下必会牢记在心 沈上侠不许客气 之后 我会先到开封城里四处走走 若孙某的推斩没错 这开封城 应该就是诸般迹象所示之处 此地的气 虽然混杂不堪 多少还是能察觉出一些端倪 如今三元的偏移已近天机 萧音在等的应该就是这个 若我的推斩没错 她很可能会挑选近日某个夜晚 猜取行动 你要多留心任何突发的异想 以免错过阻止她的时机 之后 我会留在开封城中 有事之际 便可赶往协助 而在这之前 沈上侠 你们不妨多养精蓄锐 以备戒时之需 那么此刻 我就不多耽误你们了 咱们回头见 有劳孙前辈了 还请慢走 沈大哥 你还好吗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 我不曾看过你的神情如此沉重 想必 是因为孙前辈那番话的缘故吧 杨妹 其实我内心也未被预料到 最后会是如此 只是不希望 会是这样的结局 公子宽心 正如小前辈所说 将来的一切尚难预料 而你身为担负重责大任之人 像这样垂头丧气 可是不行的 燕姑娘所言甚是 何大叔难得说人生大道理 其实 只是想找借口喝酒吧 那我就不服却大家的美意了 咱们走吧 那个不是剑 那个是 那是另外一把 是枪的样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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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摩也吃 感谢观看 心催患死 地龙九殘 船子天界的神病 到底那个魔腔跟这个天界的神病哪个比较强呢 我们要看看哦 物流纳克 地龙九殘 甲御首元 这些加满 哦加好多哦 不攻击会下降 这些都是位就是武器的 滑光房会变多哦 比较痛 哎 滑光那个数字是越高越不痛意思吗 我就是越低越不痛吧 我们可以先看看 好我们把那个 这个 好 装备 你们刚才有看到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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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也是四瓶啊 青催幻死可以合到 還不是四瓶這四件的物品然後給 和這個九星華醉 ok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視頻 這個 還不錯還不錯 很像騎車銀路哦 有沒有很像騎車銀路 嗯 雷進的 內功競速散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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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这回 天晃流光 哈哈真懷念 然后 这个应该没有比较强 是你 这个没有好 那那已经前辈久等了我们花了一番功夫 走上找新的一些药材 这就请你瞧瞧 辛苦了 不需要的就是这些药材没错 孝子 明早争取药材的确有套 不过现在先不提这些了 那么小燕君 待会你先带荷官的人到后面的房里 其他人要大厅等候 但接下来是我的工作 不过凡事总会有意外 肃不定会临时需要你们之处 如果到时候真有这些需要 就得麻烦你们 可这样没问题 你先听有丹音前辈的安排 何大哥 或许此时并非完全出于你所愿 用刀学书魔符也绝非等闲之事 不过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还是彻底去除这个后患为夷 忍清你多担待了 真兄弟多心了 何某你和大家一番好意 何某原本就不惧生死 更不怀疑丹音前辈的过人移术 也希望之后 不会让各位为何某操心 可观的大眼是过人 看来不在光云长私下 待会应该会十分顺利 那就准备开始吧 丹音前辈 何大哥状况如何了 啊 这还好 不过如果锁掉有错一些状况 那魔符比我一起得大 切离时会需要一些火力充沛的鲜血 这白药坛里面几个四个年轻人 这人早已没药了 证明问题 丹音前辈 我们需要取多少血 用到的量不会太多 大约这茶碗一半的就够 对了 我只要生小泽小姑娘的血 另外养胃就免了 你们都不是凡区 魔符多半承受不起你们的血 事不宜迟 妖妹 我们就动手去血吧 啊 何大叔 你看来其实比以前好多了 看来在除魔符胜利完成 不过动到开符绝不是小事 你应该多休息一下才是 怎么这回就动起来了 这我也没办法啊 后来观察觉得没事不肯多躺一会 不过啊 喝了血淋神诸的福 这回的成果连我自己都十分满意 如今魔符鱼毒都已除尽 伤口也没什么大碍 提早让他上传一个神的小燕金照料的功夫 我因此也取得稀佑的魔符 所以这回可说是皆大欢喜 你们也不用多对我说什么道谢 啊 这个魔符该不会是鬼魄师王所用了吧 不过生小子 我又已经是要单独跟你说 我们到旁边去 又要到旁边 不知前辈有何指教 会不会和大哥他还有什么 生小子 我一向不喜欢说出别人的秘密 因为这之后会惹来麻烦 过去我也因此出过无数苦头 不过你是可以信赖之冷 所以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你 记得昨天我现在有药血的事吧 那是在前里魔符时 用药物调和来作为镇静之药 不过嘛 那魔符与患者共生已久 可能会认出那并非患者自身之血而产的抗拒 那人都找不到与患者相可的血 就会多上不少麻烦 昨天我说到的 共有你 小燕君和那姓白的姑娘三个人的血 我先拿你和小燕君的事过 一个我都不太理想 但在使用那姓白的姑娘的血的时候 让我出奇的好 而且能与荷官人自身的血浓为一体 这只可能代表一件事 我就说嘛 白双咬头上来点猪花 的妈妈 不是白双咬的妈妈肯定跟河 河官的人有圈圈叉叉嘛 那他们两人血缘极静 我认为应该是妇女关系 那你前辈 你这发现实在非同小可 但再才感觉出 摇灭和大叔两人之间有种奇妙的观点 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 也没有打算要积极确认此事 如今从前辈口中意外证实 他们真的有一阵诚的关系 该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 我管道不知 要如何是好 整小子 我只是觉得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一定有人为此遗憾终身 至于该怎么做 就由你来伤脑筋吧 那么此事就将告一段落 我已经回去处以魔斧了 多谢大姨前辈 你先回去忙吧 丢险的神珠 就这样被你拿走 盛大哥 大姨前辈在你一旁说些什么 叫我们咬了半天耳根子 好像谈了什么重大秘密 到底是什么事情 可以说来跟我们听听吗 呃这个嘛 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就是虽然和大哥 庭内魔斧也被清除 但能有 有损元气 需要讨好大吃大喝 几顿才能恢复过来 因此 丹丹前辈特别私下交代 要我回头记得安排一下 呃所以咱们 赶快回汉阳或开工去 四处痛快大吃大喝 顺便庆祝和大叔重获健康 经过长命百退台词 哼 圣大哥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可疑 不过我赞成大吃大喝一顿 那不就这么说定啊 既然有这个机会 我就不客气的大喝三谈 任兄弟 白妹子 到时候 可以陪我好好喝上几杯 我肯定开心喝酒 还是最好的元年异兽之道 这当然没问题 何大哥的邀请 我必定奉陪 那咱们就走吧 肯定姚妹 已经等不及了 如果处理得宜 或许能让我 人魔融合的理论 有所突破